大家好,我是日本沖縄教會的伊藤芳士 親愛的家人,大家好 我是日本沖繩教會的伊藤牧師 從我心底深處,我帶著喜樂讚美我們的新郎神耶穌 我們真的很感恩神讓我們能與列國的家人在禱告和團聚中進入更深的關係 透過這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我感覺聖靈用前所未有的方式在身處於我們交通 當我看見透過人手所建造的社會被摧毀是這樣的快速和脆弱 我覺得靈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進 黑暗更黑暗,光也更榮耀地照耀 黑暗與光明,左與右的之間已經形成不可否認的距離 我們來到了一個時刻,聖靈和邪靈的工作在地上都大大的彰顯 成聖靈的過程已經開始 我們仿佛已經可以聽見神要回來的腳步聲 當神的時間持續在前進,我們必須不斷地尋求神的面對齊我們的心 我們一定要借著聖靈的恩典,將神的家聚集在一起,在地上建立祂的果度 在這個新的世紀,我們需要耶穌的愛 天父的联名,天父的联名,聖靈的能力,像前所未有一樣 尋求神的統在,全球的教會,基督的身體必須要成為一 成為一個神的花嫁為人的身體 生為一個心腹 我們一定要將喜悦帶給我們的新郎神,耶穌基督 我真实渴望日本成为爱的腰带 将鼓励和安慰带给列国 现在我们在日本以及列国最大的属灵丰收 前的门槛 日本会持续在我们成为母亲的呼召中站立 嫁入每一位对着父的心宣告欢迎回家 在一切之上我的渴望是日本要完成他的呼召 在合唱上最后一棒的跑者 在末世的心腹战士 我真的祷告我们可以完成在神里面这样美好的呼召 亲爱列国的家人们 我们真的用全新耶稣里的爱来爱你们 我们是一个身体 一个心 我们真的很感恩在我们美好的天赋里 与你们成为家人 谢谢你们 我们在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